从创业到2012年之前 没有互增长 全部都是正增长 2012年我们倒得了20% 但是安踏的库存有多大 那些安踏的库存 比我们正常的库存 这个跑步是因为 时间比较好控制 基本上最少一个礼拜跑三回 一般下班几何跑 一般跑6公里到8公里 那跑步这个比较好控制 你今天如果去跑完步 第二天的工作状态会相当好 据说运动能使人上瘾是吧 运动一定会使人上瘾 因为你有运动 其实就会对自己 有很多的要求 你一没运动 你的体重就增加了 你没运动 其实第二天你会感觉 很不舒服 只要你这种坚持 长期运动 就是一边运动 第二天完全感觉 就很不舒服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 叫阿甘正传 它其实就是讲的一种 阿甘跑步的一个故事 有人问阿甘 你为什么会喜欢跑步 阿甘讲 我不知道 我就是喜欢 这是对运动的另外一种理解 我在想对运动本身的多元的理解 它其实背后是一种 代表的是一种国力的一个发展 和一个体育的一个发展 你刚开始从91年开始做这个鞋的生意 一直到现在安踏成为 中国最大的一个体育用品管理公司 您怎么来看 这个中国的体育产业 它的现状和它的未来 其实91年安踏成立的时候 我们其实当初是一个生产继造型的公司 主要做一些理由鞋 和做一些我们当初叫时装鞋 其实就是一些连造格的一些凉鞋 就是定为是一个鞋产 并不是定为一个运动品公司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个外销做代工 各种鞋都做 到94年我们才定为是做运动鞋 所以国力的发展 就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自大的改变 大家对心体健康的追求 对精神的追求 已经超过物质的追求 那么在这个情况当中 其实你们看一下 就是发达国家 大家对整个这个体育的爱好 然后对体育的普及 跟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 体育的普及 差别还是蛮大的 我刚才讲了一组数据 这组数据其实可以证明 就是说我们现在跟过去跟未来 整个的一个市场的改变 2008年中国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 中国的体育产业规模 大概在1700亿左右 2016年已经达到了1.7万亿 到2025年会突破7万亿 我不知道丁总认不认同这个观点 也就是我们在谈中国的这个体育用品品牌的时候 我们仍然第一个想的可能还是李宁 李宁的这个品牌提具率比较高 但是呢 从这个业绩来看 安踏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业绩 在这10年 而且安踏已经成为这个中国第一大的这个体育用品公司了 您怎么来看这个现象 当然李宁这家公司包括李宁本人 我跟他人说 应该是蛮值得尊重一家企业 我觉得他们品牌做得挺好的 因为中国市场太大 就是说没有李宁 安踏也不可能一家全部做完了 没有安踏 李宁一家也不可能做完了 我们面对的是全球的自无霸的竞争 所以我觉得中国品牌 应该如何共同协同做好中国市场 如果从品牌 因为李宁本人心个人的影响 应该是蛮大的 然后他企业过去也创造了很多飞房 比安踏品牌做得早 我相信可能在有些消费者的心目当中 对他应该还是蛮认同的 当然对安踏应该来讲 作为一个新秀 应该能起的今天的成绩 也是证明 印证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认同 那为什么能得到很多消费者的认同 也许是我们的商品做得更有价值 消费者才认同 李宁公司它本身的最好的代言人就是李宁 李宁可以说是李宁公司最强大的一个基因 我印象中我对安踏有印象是在 安踏选择孔令辉作为这个代言人的 我选择我喜欢 当年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孔令辉作为代言人 因为安踏当初我们叫安踏两个字谁都不认识 我一直想让人家认识安踏 所以我只能去想办法找一个高知名度的人来为安踏代言 所以那个时候孔令辉作为中国乒乓球的一个很出名的运动员 他在很多年轻的群体当中很有影响力 就是2000年悉拟奥运会我们投了中央电视台的广告 原来央视的广告要投是蛮 要蛮有实力的企业才能投的企业 那个时候对安踏来讲 其实从实力来讲我们是不匹配的 那个时候安踏的销售规模2000年的时候 只有一年只有一个多亿的销售 利润只有几百万 我们一下子当初那一年我们奥运期间的广告 我们就投了将近1000万 所以对我们来讲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结果2000年我们做了 孔令辉拿来大板冠拿来奥运冠军 那一年当中对安踏来讲 可以讲是相当大的改变 从一个全国 今晚我们能够看看 这集完离冠军 在课断上可能有点的 有点明显 你有一点可以讲 就像属于脸那样 但是你像庞叶描军 那でしょう 我没想到 你对我们会选择 那些军联盘 然后摆成 就是 在 当时是一个转折点 我们安踏发生了什么 08年结合中国体用品行业 经过了几年的快速增长期 同时在2011年 中国这个体用品行业 带来了一个高库存的危机 这里面包括国际品牌 安踏也在其中 但是安踏的库存有多大 这个库存我多大 其实我等一下可以用一组数据给你们讲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说 我们应该讲从创业到2012年之前 没有互增长 全部都是正增长 2012年我们倒得了20% 那时候安踏的库存 比我们正常的库存 应该高一倍 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面临了叫做 从创业以来最大的危机 对 也可以讲是从上市以来最大的危机 从核心的问题还是一个模式的问题 嗯 安踏从成立到库存危机的时候 一直是一家品牌批发型的公司 2012年之前 最大部分的中国体用品公司 包括服装服饰公司都是这种模式 你塑造品牌 做商品 经销商来订货会 订货会花到经销商的锁里 就要完成销售 这个我把它定义叫品牌批发 我当初提出 安踏必须从一个品牌批发型的公司 转型一个品牌 零售型的公司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是思维和理念的改变 品牌批发型的公司叫货卖到消费者 就叫完成销售 零售型的公司是要货卖到消费者 才叫完成销售 这个差别太大了 原来我们也不注重这种加盟商的库存 也不注重加盟商的零售管理 也不注重加盟商的信息管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最重要的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信息化 做了安踏ERP 我们当初跟爱心姐 然后我们用了SAP的软件 做了全国安踏所有 绝大部分专卖店的信息的统一 第二个我们做了一个叫做单店订货 我们过去全国有几十 一两百个加盟商 加工商来订完后我们就完了 那安踏有七千家店 我们当初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要七千家店每一家店单店订货 这个工程改变太大了 然后第三件事情 我们做了一个叫零售升级的全国盖 就是说要把所有零售标准 每一家店全国盖到全国 第四件事情 我们做了一个要重新有创业的文化 所以那一年我带着我们所谓的高管 用一年的时间基本上走变了全国500个城市 去做什么 去做零售落地的推广 去做终端各种问题的研究与了解 所以一下子我们从2012年做一年 2013年我们做一年 2014年我们回到了正规 花了两年时间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但是从2014年开始情况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通过2013年的转型 我们到2014年已经基本计备了一个品牌经营零售型的公司 其实我们从到去年的业绩 今年的业绩 所有的应该都是那两年所奠定的基础 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对 奠定的基础 所以这个基础的情况当中 应该来讲就是说模式的改变 成就了我们今天 马云最近在谈这个新零售的概念 他最近也推出了这个无人售卖的超市 你怎么来看新零售概念 新零售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名词 让一些传统的零售去有新的思考 其实比如说那个无人售卖 我觉得很好 但无人售卖会有多大的主流 这个我觉得再说吧 就零售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 零售的品质还是 零售的品质我的理解 还是商品价值 和消费者体验 只要你把这两点做足了 再应用一些新的技术 我心里一定不会过失 七月份的时候 安踏市在香港上市十周年 从市值来说 他已经是排到全球体育用品公司的第四位 前面是这个大牌的耐克 阿里达斯 余维和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这十年来你觉得最难的事是什么 这些年最难的事 其实最难的事情应该还是在于企业内部 内部机制的问题吧 内部机制的问题 比如说以前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所有的事情都你一个人说的算 那么你作为一个公众公司 你要按照董事会上市公司的章程 来纪理一个现代化的公众公司 这个是要你有很足够的勇气 你刚开始习惯吗 但是当你要决定成为一个公众公司 你必须 有这种思想准备 不过你必须要有不仅仅有思想准备 而且要有决心去做这个改变 2007年7月10号 安踏在香港上市 其实我7月10号回到就近江的这个总部 我从楼上楼下我做了好多汤 所以我站在我们的楼下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安踏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未来的路要如何做 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既有现代化 既立结构的国际化的公众公司 我们做出了一系列的变革 首先第一个变革的一个问题 叫做从家族化到企业化 我们知道您的父亲和您的哥哥 也是安踏的最早的这个初创人 他们和这个职业经理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你觉得他们相处得怎么样 结果我父亲将近10年不管企业 我父亲就做公益 做企业 他做企业不管过 我哥也是我们公司的副主席 他其实跟我也是一样 蛮支持这样的一种 我们也很清楚 我们家族我们兄弟很清楚 一个企业单独靠我们两个人 是做不大的 你的儿子是学什么的 而且学经济的 那不错 一直在工作 已经在工作了 对啊 在上海 你对他的要求是什么 从基层干起 其实我认为这种做生意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基层不基层并不是最重要的 还是他喜欢培养他的喜欢 他喜欢我之类 因为很多 现在跟以前完全两个概念 基层很多事情 可能例如从基层干起 那么现在其实他们起步比较高 我感觉关键培养他们的兴起 爱好 他们是不是爱好这一行 喜欢这一行 晚上睡觉坐梦 我们不能梦到深夜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现在来看怎么样呢 不错 我觉得他蛮喜欢的 那他会不会 如果他喜欢做生意的 会不会就喜欢再安他 或者他因为现在年轻人 我就无所谓了 你无所谓 他如果选择别的业绩 他选择无所谓 我看他现在干得蛮喜欢的 他们就职业经理人 他们在表达这个意见的时候 和这个家族之间 我们目前来讲一定是很职业化的 不是说因为是家族的就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像我们在公司 主要的很多岗位都是 绝对是职业经理人 比我们家族做更重要的岗位 让我想起来我们资本市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就是万科的这个股权之争的时候 也谈到就王石和这个郁亮的团队 他们这个管理团队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团队 但是他们后来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外部的一个进入者 我们叫野蛮人来敲门 安踏作为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么一家企业 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担心 我觉得我们跟它企业性质完全不一样 安踏还是创始人 绝对控股的一家公司 因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万科它没有最大的股东 对 所以这个是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万科所发生的事情 不可能在安踏发生 因为我们中国发展的这个历程太短 从企业经理人的纯企业化 它也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中国最大部分的民营企业 离开创始人 经营得好 不多 另外我们创始人团队 还主要的 都还是一个很黄金的年龄 有办法 我只是在这种项目 就是活动的 大家将冬天 都要了 我们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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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在那儿 有点 我们下午 就要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所以 我们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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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是从这个三线 或者是三四线城市 开始这么做起来的 把安踏比做 手机中的这个Vivo和Oppo 您怎么来看 反过来我们当初在开店 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站内 一线城市素形象 A三线城市保地 是我们的一个开店的一个车 就很明确的 那这个能不能套用到 安踏的这个国际战略里头去呢 我们安踏会不会走向国际的时候 我们会从这个发展的国家 或者不发展的国家开始呢 如果谈安踏的这个国际化来讲 我觉得应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企业的国际化 一个品牌的国际化 我先谈企业的国际化 安踏企业的国际化 现在你应该看到了 安踏是一个满国际化的公司 我们不仅仅是有全球的股东 我们更有全球的员工 我们更有全球的办公室 我们整个全球技研 为安踏品牌 的消费者服务 那么谈品牌国际化 我觉得安踏一定未来 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首先我们过去的四年 我们计较中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的运动品牌 但是我们一定会通过收购兼并 全球性的公司 来成为我们品牌走出去 国际化的第一步 我们一定不会先去做一些不发达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的运动品牌 只有在发达的国家做好 一个品牌的国际化才能成功 刚才您说通过这个收购兼并走向国际 中国其实有两家企业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典型吧 一个是吉利 它收购了沃尔沃 一个是联想 收购了IBM 你怎么来看这两家公司的国际化战略 我理解国际化的一个战略 可能从目前结果来看 当然那个沃尔沃 吉利是更成功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中国品牌 而且中国大众品牌 去收购一个国际品牌 而且国际高端品牌 来实现它企业的国际化 然后跟它整个目前 整个吉利定位的互补 也做得蛮成功的 那么联想的国际化 其实来讲 从过期来看也是成功的 但是它受到了这种 iPad 苹果 技术的这种冲击 联想的国际化 主要是受到这些技术的冲击 好多新技术的冲击 对它这种PC端的一个影响 其实从现在来看 这个当初的这个战略 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09年安踏花费约6亿港元 收购意大利品牌菲勒的 中国商标所有权 及港澳零售业务 安踏通过菲勒 全力吸引一线城市用户 虽然刚才您讲 这个菲勒是不可复制的 但是我们安踏本身 因为安踏历史比较短 它也是个非常学习型的 一个企业 就安踏对菲勒 它有哪些东西 它是可以学习的 其实我们各个品牌 我们在强调叫差异化的经营 菲勒的设计是不可以到安踏 安踏的设计是不可以到菲勒 包括我们其他品牌也是如此的管理 但是在于我们整个安踏集团 我们有一些是共享的 比如说我们的财务是共享的 财务 比如说我们的HR是共享的 比如说我们的信息系统是共享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你才能做到你的消费者定位当中的一个差异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情况当中 我们不提倡互相学习 我们互相分开强化差异化的经营 那我们知道安踏是在今年三月份是筹集了37.9亿港元 用于这个收购 我们想问一下丁总 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意向收购这个国际大牌呢 安踏现在应该来讲我们公司还有100亿的现金 其实储备这些现金我们也是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收购一个全球性的公司 那么我想收购一个全球性的公司一定是我们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战略 现在有没有中意的 我们当然其实一直在找 但这种没有合适的 因为安踏是一个公众上市公司也不能说的 我相信我们会找到 我们来采访之前在网上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把安踏和这个球星联系的最紧的一个球星 您猜是谁 应该是克莱吧现在 对 他也表现蛮好的 我们也跟他推广合作做得蛮成功的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不太熟悉 他真的是一个蛮积极向上的运动员 是荆州勇士队的 勇士队 今年拿冠军 前年也拿了一个冠军 刚做了一个中国星 他应该来讲对安踏在篮球这方面的提升 应该蛮大的 他是一个超级巨星 超级巨星是吧 他是一个超级巨星 克莱汤姆星 所以这种能够迁到这种超级巨星 我觉得也是一种运气有存在 说起NBA我们会讲到赛事的合作 我们跟NBA的赛事的合作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是NBA中国的合作伙伴 这怎么来理解呢 NBA所有的logo 包括所有球队的logo 安踏都可以用在商品上 所以现在你到店铺里 我们安踏的店铺里面 你会看到好多安踏的商品 有NBA的logo 就每一支球队都可以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在安踏的 有没有做过具体的调查 就是数据的一个支持呢 比如说我们赞助了这个 NBA之后 这个不用调查 从我们的销售数量很明确的 NBA的篮球鞋 我们这过去几年的销售 是我们所有协议增长最快 我们NBA的篮球鞋 目前的整个的销量 我们今年有望达到国内 包括国际品牌在中国能排第一 你认为现在的体育行业 有没有泡沫 其实体育产业它也很广很宽 它分成体育赛事 体育媒体 还有体育器材 还有体育服装 分成很多 在这个情况当中 我认为中国的体育 从泡沫的角度 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泡沫 但是就是说 还是有存在的一些比较稀的 就是说我们从目前来讲 中国的体育 特别是体育产业 大家所讲的这种体育赛事 体育赛事在中国来讲 目前感觉空间蛮大的 但其实真正能够产生 经济效益的体育赛事好像有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时间 这里面从几个方面来说 从我们体育的这种专业水平 跟当然比如从篮球来讲 CBA已经做得挺好的 但跟NBA当然还是有差距 其实很多这种体育也是全球竞争 中国的球迷好多是CBA的球迷 也是NBA的球迷 NBA的球迷可能更愿意花钱 在NBA上 更不愿意花钱在CBA上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因为NBA代表了更高的一个水准 所以很多球迷他可能 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追求最高的 这种体育赛事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可能在这些方面 还是有存在一定的一个泡沫 姚明现在是蓝鞋的主席 现在开始他要做一些一系列的一些改革 你对他有信心吗 我觉得姚明还是蛮厉害的 现在国家的体育改革 从篮球这一块做了很大的动作 叫姚明来做整个篮球的这个篮鞋的主席 姚明目前来做这个篮鞋的主席 我觉得是相当棒的 我对姚明还是蛮有期望的 他从现在所做的一系列的改革 能看到就是篮球未来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呢 比如说他像目前来看到的 最起码从国家队 他做了两个国家队 以前就一个国家队 做两个国家队 就是国家队其实从这个教练的选用 从球员 从国家队球员的一个选拔 其实都是蛮市场化的 另外姚明在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CBA真正的市场化商业化 假如一个联赛真正市场化商业化 他就能够接受这种市场的考验 市场的考验能出来的这种效果 中国类似的这种企业家 您觉得哪位是您比较敬佩的 其实中国有好多企业家都记得敬佩 因为不管有一些互联网企业 其实他们做得很好 他们有新思维 对 像马化藤马云也应该满值得敬佩的 其实有一些做事业也满值得敬佩的 像华为你怎么看 华为令政会很棒 他其实就是事业的代表 又加科技的代表 又加创新的代表 又加企业加精神的代表 我觉得这个蛮值得尊重一些事的 你怎么来看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我觉得要有追求 要有责任 这两点最重要 资料里头您是 比较佩服台硕的这个王永庆先生 您跟他有过接触吗 跟王永庆先生 没有 我看过他的书 华为家精神代表 其实是一个决定 另外一种就是态度 不管王永庆 从他多艰辛的这个创业历程 为什么能够成功 还是一个决定 没有决定 他不可能有决定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坚持 他没有做其他行业 一路过来 把他整个台数 给几个行业 几个板块 能做成台湾最牛的企业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他的精神 其实他的创业 自己以心作者 带领他的团队 干到实 你说这种精神 有多么可贵 另外一方面也说明 他非常热爱他的这个事业 这个 这个状态又对了 这个就会成功 我经常跟我们 我每年都跟我们公司 新来的这些大学生 做个交流 我说你们如果 在我们公司工作 如果你们没办法 问到工作 你们一定不会成功 你们要有办法 问到工作 你们才会成功 像我以前在卖鞋的时候 我经常问到 抱着一双鞋在睡觉 是吗 我说你就会成功 所以跟我们那些年轻人 就这样说 这个一定要有这种 一定要有这种 内爱的这种态度 内爱到这种 痴迷 热爱到 你就是不断地问 不断地想 不断地说 整天说 得了谁都说 能每天我就穿的鞋 再错 你又能拿起来 跟人家讲 我这双鞋有多好 这个什么有多好 就这个情形 这种态度 我们今天在这个 采访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到这个阿甘正传 阿甘正传 它有一条主线 就是run 就是跑的一个主线 另外一个主线 就是爱的主线 但是最后 我们看到结果 我们看到结尾的时候 这个阿甘 送他儿子上校车的时候 他并没有在提这个run 他说的是 I love you 他是谈到爱 我们也把这个词 我们节目组也把这个词 送给安塔 谢谢您